今天和大家回来再谈谈疫苗的问题 在上两周我做了一系列的视频 关于科兴疫苗 因为科兴疫苗在当时 推出了很多的临床的数据 或者说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数据 对于这些数据我信心了一些分析 当中有些东西提出来的时候 下面有不同意见 对于那些没有科学性 没有理论性的那些不同意见 我当然是忽略的 但是其中有一位是一个免疫学的博士后 他给我提出了很多的意见 我们在留言区也进行了一些讨论 讨论完之后 我还特意的和他在我们自己私下里面 用电子邮件也进行了一些的讨论 为了隐私 我不公布这位博士的居住地方以及姓名 我只是简称他是博士 我们之间其实在私下讨论之后 发现我们两者之间的差异 其实是个理解上的失误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在说不同的事情 所以在讨论上面出现了一阵南辕北辙的一种现象 那么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 把这件事情和大家说清楚 同时也给大家做一次简单的科普 这个科普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个叫细胞免疫 一种叫抗体免疫 我就把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给他们说清楚 当然我再怎么说不可能说清楚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学的那些免疫学 关于细胞免疫和抗体免疫 往往要好几堂课的时间 而我这里只有十几分钟时间 而且要听懂我这些东西 往往需要比较好的生物学的一些基础支持 如果没有的话也很难理解 所以我现在尽量的精简 尽量的让大家听明白 但是肯定我可以肯定 有很多人不一定完全能理解 那么大家尽量我也尽量 好吧 好 那么我就看看下面一张示意图 这些示意图里面有好多红色的字 红色的字就是一些生物学的专有名词 那我会一一和大家解释 第一个 当人体有病原体 我们病原体有个主要法叫抗原 进入到人体的时候 像我们这次的抗原就是新冠病毒 进入到人体之后 它第一步 它会被一种 比较 普通的一个普遍的一种免疫细胞给吞食 这种吞食细胞呢 我们叫巨食细胞 在这个巨食细胞把它吞食之后 它就会在细胞里面分解 这个抗原 然后把分解出来的成分呢 它把表现在 它的表面 就是巨食细胞的表面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信号 这种呢 有表面有抗原成分的 我们叫抗原提显细胞 抗原提显细胞一旦生成之后 它就会和一种免疫细胞结合 我们叫T细胞 又叫T helper cell 我们叫T辅助细胞 它是辅助作用的 它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蜂蜜出一种东西 叫白细胞建制二 英文叫interleukon-2 你们经常看到是IL-2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信号来的 一种化学物 生物化学物 一种信号来的 这个信号呢 有两种作用 一种作用呢 它会直接 去刺激 另外一种T细胞 我们叫TC细胞 这个C呢 意思就是叫Cylo-toxic 就是细胞毒素 这个细胞呢 这个T细胞呢 就会和被病毒 像我们这次新冠病毒 被感染的细胞 它会和这些被感染的细胞 去结合 然后呢 分泌出一些化学物质 杀死掉这些被感染的人体细胞 这个过程 我们叫做细胞免疫 另外一个 它会刺激 另外一种免疫细胞 我们叫B细胞 当这个B细胞被感染之后 它会转化成叫Plasma Cell 也就是叫僵细胞 僵细胞的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它会产生抗体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抗体 当这个抗体产生之后 这些抗体就会和那个病毒 就是抗原结合 结合的好处就是 它能够更加方便的把这个病毒 拉入巨石细胞 把这些病毒给消灭掉 但是这些抗体只能存在于人的体液里面 而无法存在于人体的细胞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种练习的免疫 我们叫体液免疫 它抗体的我们也叫抗体免疫 这就是抗体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最主要的区别 最主要区别 抗体免疫是一种体液的免疫 而细胞免疫是一种细胞的免疫 你说哪一种重要 在我们的医学上来看的话 这就是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的区别 第一道防线病毒进来 保证第一阶段 它保证是到体液里面去的 如果我们能在体液里面 把这些病毒给消灭掉了 它就无法感染人体的被感染的细胞 不会感染人体细胞 那么这个T细胞的作用就比较小了 但是如果说抗体不够 他们通过了第一道防线 大量的感染了人体细胞 那么T细胞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了 因为T细胞可以消灭 那些被感染的人体细胞 那么人家说感染人体细胞 有什么坏处呢 你没忘了 病毒本身进入人体多少就多少 它的复制完全是靠人体细胞去复制的 如果说我们放任这些被感染的人体细胞 不管的话 它会不断不断的生产 越来越多的病毒 让人的病越来越重 所以T细胞免疫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那位博士所说的 那位博士所说T细胞免疫很重要 我同意他的意见 这没问题 在教科书上完全同意 但是大家记住 上几次的视频我做的 并不是泛泛而论到底是什么来种免疫 上次我所说的是科兴灭活疫苗 科兴灭活疫苗有一个非常大的短板 就是它能产生抗体免疫而无法产生细胞免疫 所以对于细胞免疫 在上次我需要科兴的时候 是忽略了 基本上没有大说的 这就是道理 所以说那个博士提出来 我漏了漏掉了 或者误说了细胞免疫 就这个道理 因为我在做科兴免疫 那么有些人听了说 我是不是在诬陷灭活疫苗 是不是诬陷那个科兴疫苗 完全不是 因为这个是教科书的内容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证据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科兴二期临床 在柳叶刀上刊登的一个总结性文章 这是科兴自己的科学家所说的 他说了测量的T细胞反应 在接种疫苗的参与中很低 这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 疫苗诱导了T细胞反应 我们的研究设计不包括对这类细胞的免疫反应的评估 因为认为灭活疫苗不会诱导T细胞反应 这是他们说的 世卫在总结所有在市面上他们通过的疫苗里面 他们也说了这句话 这是他们的总结 待会这两篇文章的连接我都会放在下面 你们自己可以去看 灭活疫苗一般只诱导抗体的免疫 不能产生细胞的免疫 这是他们所说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所发现的 科兴和国药灭活疫苗的一定的局限性 这个并不能说科兴和国药无效 他们抗体还是产生了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是如果说他们产生了抗体的量比较低 让这些病毒通过了那些抗体免疫 感染了人体细胞 这么情况之下 科兴和国药的灭活疫苗的作用 相对来说就会小很多 这就是我过去想告诉大家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家往往会说我在抹黑科兴 可是这是科学 科学的东西 我想抹黑我都抹黑不了 那么这位博士也非常好心 他回答了有几个问题 那么我就看从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也就看到了我和他之间的差异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讨论不同的东西 他在说了就是某些康复者的血清中 抗体水平很低 甚至消失 他们对病毒形成的免疫 也完全消失了吗 他博士将领的 他说不会 感染病毒后 我们体内有特异性的T细胞和B细胞 会迅速的繁殖 快速增值的TB细胞 在消除了病毒以后 有一部会变成记忆性的细胞 以防病毒再次被感染 那么抗体也许只持续了半年 但是T细胞可以存活10年以上 他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完全正确 因为他所针对的是康复者的 而我的回答是 他的免疫力会消失吗 应该会消失 为什么 因为科兴疫苗 他只能刺激B细胞 而无法刺激T细胞 B细胞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由于他们产生的抗体 本来就比较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觉得他们能有效的形成一种B细胞细胞 哪怕有 素兰也会很少 因为他本来对这个细胞的刺激性 本来就很小 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对康复者没有任何问题 对其他疫苗的注射者 我认为 他的说法也对TB细胞 都可以产生记忆性的T细胞 可你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免疫效果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 辉瑞打了疫苗之后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突破者 这种突破者我们要看到 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问题 当他们年龄很大的话 他们产生T细胞和B细胞的能力 本来就很弱了 所以说他能产生那种 记忆细胞的能力 也会很弱了 这种情况 这些突破案例 往往就在那些免疫能力 差和年纪大的能力里面出现 因为他无法产生 一种P特异性的T细胞 而对年轻人来说的话 他也许会有轻度的症状 但是由于T细胞存在 哪怕有一些细胞被感染了 T细胞还是可以把它完全消灭掉的 所以年轻人往往就出现了 无症状或者轻症状的情况 当然无症状 轻症状还是会传染其他人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波又出现了 英国这一波又出现了 这里面很明确的一个情况 就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打疫苗 没有打疫苗 再加上有些人的P细胞 就是说抗体慢慢消亡之后 这批病毒就会通过抗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 去感染了人体的细胞 那时候就完全需要T细胞来起作用了 那个T细胞起作用的时候 由于人体的细胞已经被感染了 所以说会出现症状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关于病毒的突变 会不会使感染过病毒的人完全丧失免疫力 博士也是在说一个犯说 就是说感染过病毒的一个人 他说不会 因为T细胞的识别 由于S protein上面有上千个氨基酸 你如果T细胞识别 它也不是识别整个的氨基酸链 它只是里面一部分 如果这一部分的T细胞的位点 没有发现突变的话 那么对于 这些突变的那个变异的那病毒 还是有效的 它如果说是从感染 或者说是从其他的角度 其他疫苗角度来说的话 我赞成他的说法 我和他没有任何冲突 我的冲突就是 还是同样一句话 科兴疫苗无法产生记忆性的T细胞 所以在这方面 是他的一定的短板 所以接下去应该怎么样做 科兴和汇瑞 过兴和国药应该怎么样做 其实呢 科兴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要打第三针 要打 这个第三针之后 到底会不会诱发出细胞免疫 这个呢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我希望它能产生 或者呢 有些地方也提出了 是不是打了科兴两针之后 再打多一针复辟胎 也就是汇瑞疫苗 诱发细胞免疫 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当然这全体 前提条件 一定要做一个比较严谨的临床测试 好 这个就是我和博士两个人之间的 一些讨论的差异 他讨论的一个是大的范围 所有的 不管什么疫苗的康复的病人 他全部都暴露在里面 他所以 侧重于谈T细胞的免疫 就是病 细胞免疫的一方面 而我呢 最主要侧重于科兴疫苗的讨论 科兴疫苗 我只能谈论抗体免疫 因为它只能产生抗体免疫 这就是我们两者之间的差异 其实在基础 基本上我们没有任何差异 我们其实在讨论两种不同的情况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今天所说的东西呢 大家能听懂一部分 好不好 也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现在那个Delta变异呢 在美国肆虐的比较厉害 确诊的案例呢 每天都在增加 那么在下一期呢 我有空的时候呢 再仔细的分析一下 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疫情 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点 看看我们应该能做一些什么 能够尽早的减低这一波的疫情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